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有福的 然后才比较具体的来谈天国子民应该要有的生活表现 我们今天要看的13节到16节是八福的延续 让我们先同声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13到16节 我们同声来读 请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纯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在这一小段当中 耶稣用了两个比方 来劝勉有心跟随他的人 13节是第一个比方 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14到16节是第二个比方 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这两个比方有很高的共通性 让我从三个角度带大家来看几个重点 首先 当我们决定跟随耶稣成为他门徒的时候 就得着了一个新的身份 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那耶稣所讲的八福 就是一个盐与光的人生的一个写照 讲得更具体一点 八福的头四福 就好像是在描述一个人变成盐和光的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简单复习一下八福的头四福 同时每个人在心中自省思想 我们是否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 这个过程 而得着了盐与光的新身份 比如说 你是否已经意识到 自己是个心灵贫穷的人 然后开始寻求神 你是否已经体验到属灵上的哀痛 看到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你也为自己的罪感到懊悔哀痛 你是否已经体验到 在神面前我们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蒙神赦免的罪人 因此我们需要相信而且顺服神的主权 我们对神谦卑 对人也柔和 不斤斤计较 你是否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心里 确实有一种可慕更深经历神的那种饥饿干渴 你爱慕与神有一个更加公义 圣洁 美好 亲密的关系 这就是八福的头四福所讲的 也正是人成为耶稣的门徒 成为盐和光必须经过的过程 跟随耶稣的人得着新身份的同时 也连带被赋予了新的责任 盐应该要有弦味发挥盐的功用 光应该要光亮发挥光的功用 所以耶稣门徒的身上应该要散发出一些关键的特性 来发挥功用 盐和光的主人绝对期望 盐和光能够照着他们受造的目的来发挥功用 同样的 耶稣也期望他所拣选拯救赐予新生命的门徒们 也能照着他的旨意来发挥功用 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自我省察 我像是一个基督徒吗 我的生活表现反映出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 应该具备的特性和美好品质吗 别人从我身上能够闻得到 感觉得到耶稣的香气吗 还是因为我的生活表现 别人特别反感 也因此对所有基督徒都特别反感 在我所接触的人当中 我有发挥一个基督徒应该发挥的功用吗 从13节到16节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情 是耶稣说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在13节 耶稣借着第一个比方 从负面的角度 说到了门徒不发挥功用的结果 他说言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显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而在14到16节 耶稣借着第二个比方 从正面的角度 来说到门徒发挥出功用之后的结果 他说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就会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耶稣讲到两种不同的结果 一种结果是毫无功用 失去价值 而另外一种是发挥功用 给神带来荣耀 虽然这是两个非常浅显的比方 其中却有非常重要的原则 因为就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需要选择自己要不要 照着耶稣所讲的原则去生活 两种不同的选择 会在将来带出差别很大的结果 我们从旧约创世纪的亚伯拉罕和罗德 可以看到清楚的对照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乡 去跟随神的时候 亚伯拉罕不止自己回应了神 他也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一同去 所以罗德跟着亚伯拉罕 同样凭着信心 离开过去的生活环境 同样跟随神去开始新的人生 在这一点上 罗德与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 经历是相同的 后来亚伯拉罕和罗德 因为牛羊深处多到无法再挤在一处 必须分途发展 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地方 罗德就凭着眼见 凭着他眼睛所看为美好的 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 然后一步一步往东迁移 一直到搬进了最大恶极的索多玛城 罗德搬进索多玛城 并不是想要去发挥影响力 导引罪人离弃罪恶 而是因为他自己贪爱世界 所以就算他不完全认同 索多玛人某些邪恶的风俗习惯 他并没有随从去做 他却也没有发挥正面的影响力 相反的 在那当中住久了 罗德自己和他的家人 都失去了属灵的警觉性 神要降灾毁灭索多玛之前 天使一再吹逼 罗德带着家人逃出城外 但是罗德却迟言不走 天使处于怜悯 硬是抓着罗德和他的妻子 及两个女儿 才把他们救出来 而罗德的妻子 没有听天使的警告 逃出了城的时候 还回头去看 就变成了一根眼柱 罗德的两个女儿 虽然性命得以存活 却又为了很现实地 为自己将来打算 竟然选择把父亲灌醉 做出乱伦的事情 而罗德呢 圣经说他醉到一个地步 他女儿几十躺下 几十起来 他都不知道 从这些事实我们看到 罗德一家在索多玛 不但未曾产生正面的影响 自己属灵的分辨力都失去了 伦理道德的标准也模糊了 我们大家是否想到 今天很多基督徒的人生 就跟罗德一样 我们对周围的人 毫无正面的影响 连在我们自己家中 所思所想 所言所行 都跟不信主的人 没有什么差别 相对之下 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 就先设立祭坛 带领着妻子 孩子一同敬拜神 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 从来不犯错 完美无瑕的人 但因着他看重 神所给他的新身份 及使命 他的生活当中 就明显有神的同在 不只自己蒙福 也让许许多多的人 受他的影响 来认识神 来领受神的祝福 今天的我们 跟几些年前的亚伯拉罕一样 神呼召我们 以信心来接受他 做我们生命的主 在神的带领下 开始过新的生活 走新的人生道路 这个呼召 我们这些基督徒 都接受了 都以行动回应 跨出了第一步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这起初的第一步 罗德也跨出去了 而罗德后来的人生 是一个令神叹息 也令人叹息的悲剧 同样的悲剧 几千年来 在许许多人的身上 一再重演 也包括许多当初 与我们一同参加查经班 与我们一同信主受洗 甚至曾经与我们 一同热心侍奉的人 罗德和亚伯拉罕 两种人生的选择 两种人生的终局 你和我要哪一个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发挥 言语光的功用呢 第一是我们需要 先回到根本 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 或者你不确定 自己是否是言语光 也许可以借着 刚刚讲的八福的头四福 来省察自己的属灵光景 这几方面态度上的转变 必须真实的 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发生 我们才有可能 真正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才会成为烟雨光 对于确信自己 已经得着这新身份的基督徒来说 帮助我们持续发挥 有效功用的根本关键 也不在其他 就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 就像耶稣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所提醒的 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经文 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仍在火里烧了 所以想要有效发挥 言语光的功用 就需要在神的关系上 与神的关系上 力求维持健康 亲密和成长 抓住根本之后 发挥功用的第二大关键 是要肯与众不同 而不隐藏自己 根据十三节 有用的言 是要有咸味的 这隐含的意思 就是要与众不同 如果跟其他的东西 都是一个味 那还要言做什么 十五节耶稣讲得更清楚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十四节也表达同样的重点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身上 是不能隐藏的 所以基督徒要发挥 言语光的功用 就要先肯与众不同 不隐藏自己的身份 我记得三十年前 我在美国才刚刚 决志信主几天 之后的一个晚上 有朋友从外地来 所以我就和一群 还没有信主的留学生 聚在一起吃饭 突然有一个人说 徐信道啊 我听说你信耶稣了 那你吃饭前 是不是应该要谢个饭啊 老实说 当时我心中真不好受 感觉自己一下子 变成所有朋友中的异类 十分的孤单 但是在接下来的年日当中 我越来越清楚地体会到 这是一个基督徒 不能不跨越的障碍 不论是与我们 还没有信主的同学朋友 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再怎么样地尴尬 别扭 再怎么样地有压力 一定要鼓起勇气 显明自己 在基督里的新身份 而且是越早越好 最好是在第一次碰面的时候 就不隐藏 我和我的好太太都经历到 一旦我们肯表明 基督徒的身份之后 神就很奇妙地 为我们开福音的门 我是在读MBA的时候信主的 虽然在那个城 总共只待了一年四个月 神使用我带了不少的同学朋友 去查经班 其中有一位我带去的同学 很快就信主了 还有一位只跟我重叠四个月的学弟 后来不只是信主 还成为查经班的主席 我是过了十多年之后才知道 他每次在做信主见证的时候 都会跟别人说 是我带领他信主的 还有别的同学及学长 当时带他们去查经班 多年之后遇到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他们也固定去教会了 同样的我的太太才刚受洗 就因着关心一位电脑系的女同学 就带了她信主 后来我们两个人搬去北加州 继续读电脑硕士 头半年我们一下课就离开校园 跟同学很少接触 但是有一天我的好太太说 我们不主动向同学传福音 她心中感到很亏欠 于是我们就做了很大的调整 而神也就很快地 让我们有向同学们 传福音的机会 毕业之后 我们两个人到洛杉矶 同一间电脑公司工作 我跟大家提过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只是单单因为 我们在公司的cafeteria 吃饭的时候 跟平常在家的时候一样 低头祷告谢饭 就有许多没有信主的同事 主动来问我们信仰 而且他们居然会要求我们 带领他们读圣经 所以我才开始上班不到一个月 就在公司成立了查经班 我们在那个厂四年 带了很多的同事去教会 也带了好几位信主 还有好几位当时没有信主 现在也都信主了 四年之后公司把那个厂关掉 我和我太太是少数幸运的 在车程一个小时之外的 另外一个厂得到工作 有一天我在新的那个厂 遇到一位大学同一届的校友 是刚刚被那个公司雇佣的 我就告诉他 我成为了基督徒 他也愿意我带领他读圣经 所以神就这样子引导我 在新的厂又成立了一个查经班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知道 我就快要辞掉工作去读神学了 却依然不犹豫地成立了那个查经班 十年之后 我在施则举办的华人猜传大会 遇到以前公司的一位基督徒 他说你知道吗 你当初成立的查经班 现在还每周继续进行呢 这是我当初完全想象不到的 而且查经班才成立几个月 在我离职去读神学之前 已经有一位同事姓祖 值得多提一句的是 当初成立查经班的时候 我是透过打听 找到一位爱主的弟兄 与我同工 那我要离职之前 为了不让他孤军奋斗 又去打听 找了另外一位 有好见证的弟兄 恳请他接替我 为主摆上 感谢主 他答应了 而且忠心地服侍 很有趣的是 几年之后 他也被神呼召全职侍奉 后来成为牧师及宣教士 我在想 当初如果在公司里面 所有基督徒都把身份隐藏了 可能就错失掉 许多传福音 领人信主的机会 也错失掉 激励许多其他基督徒 更加爱主的机会 我知道在工作的场合里面 表明基督徒的身份 是要付代价的 别人可能会以异样的眼光来看你 轻看你 嘲笑你 而且你等于是 自愿接受别人 用更高的标准 来衡量你的工作态度和表现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同意 基督徒应该要发挥 言语光的功用 就要肯承担 这个与众不同的代价 而不为了逃避代价 隐藏自己 盐和光要发挥功用的 第三个关键 就要肯接受拆遣 盐要发挥功用 就需要肯被撒出去 光要发挥功用 就要肯被带到 放去黑暗 更需要光的地方 盐和光都有多方面的功用 比如盐可以防腐 可以杀菌 光可以驱逐黑暗 在一个充满罪恶的社会当中 神要把基督徒像盐一样 撒在各个阶层 不同背景的群众当中 以便充分发挥 防腐杀菌的功用 也像光一样 放在各个不同的角落 有效地驱逐黑暗 引导人来归向真光 盐和光都还有另一面 积极的功能 盐可以调味 光可以照明 给人温暖和指引 神要我们基督徒 发挥的功能也是这样 也许原来一个群体 人与人之间 没有和睦的关系 有了基督徒进去了 就发挥了调和的功效 就好像把盐加进了原先 淡而无味的菜里面一样 菜就变得好吃 味道鲜美 或者原先一个团体当中 没有爱 没有温暖 有基督徒进去了 就发挥了光的功效 带给人温暖 带给人安慰和光明的盼望 24年前 我和十几位基督徒 一同到洛杉矶的东区 去开荒建立新的教会 那我照着分配给我的使命 花了四年的努力 从无到有 建立起以研究生 和在职青年为主的团契 我做得非常有兴趣 非常有劲 也很有负担 继续在那个团契当中 多服侍几年 但是从整个地区的福音需要来看 需要有人肯进到几个华人家庭 密集的社区里面 去发展新的团契 结果这个使命被分派到我的头上 当时我心中真的是有千百个不愿意 但是祷告之后 我知道神的旨意 是要我顺服教会的安排 我就好像盐被从原地拿了起来 洒去我自己并不想去的地方 就好像一盏灯 从原来的位置被拿起来 放到陌生 寒冷 比较黑暗的地方 一开始做 真的是非常辛苦 无从着手 甚至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我的两个小孩子在楼下吃饭 我和我太太 唯一的选择是 我们为晚上的聚会 进食祷告 因为我们不知道有谁会来 但是感谢神 后来神动工 超乎我们的想象 到了半年之后 我们聚会的人数 增长到在加州的那些大房子 都容不下 还好在那附近的三个城市 每一个城 我们的主都至少有两个家庭 住得够近 所以就大人在一家聚会 小孩在一家聚会 那来参加我们聚会的人 背景差很多 从没有身份 在餐馆打工的 到生意做得很大 很成功的有钱人都有 我自己实在是很不喜欢 跟那些在商场中 打滚的人相处 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复杂 有很多言行举止 都是让我很不习惯的 但是他们这些商人 却一个带一个 很多人都来到我们的团契 我后来才明白 神把我们的夫妇 像言一样 洒在他们当中 或者像灯台 搬到他们当中 是有神的美意的 在那个以传福音为主的 家庭团契当中 我每一季设计的聚会内容 都是一方面看重福音信 另一方面强调 照着圣经的教导 来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 所以常常在聚会当中 听到他们自己说 他们被圣经的话触摸到 让他们对自己 与儿女的关系 与配偶的关系 都有很多的反省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长周末 我为他们筹办了一个旅行 连大带小几十人 一同去国家公园旅游了几天 节目安排得非常的丰富 还包括大人小孩 一同参与的主日崇拜 每天晚上的分享 以及许多旅游活动 有一天晚上 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有一位成功的商人 夫妇 那个太太 很感慨地说 美国和世界各地 她玩了不知道多少个地方 向来花的钱 都是这次的好几倍 但她从来没有觉得 这么好玩过 也从来没有体验过 基督徒所讲的家庭生活 可以这么美好 她这么一讲 好几个人 也都同有所感地 分享了心中的感动 老实说 让我自己选 我还是不太想跟 有钱的生意人 藏在一起 因为生活习惯 观念价值差距很大 但是神当时 把我拆派到那群人当中 如果我没有顺服 让神把我的家庭 和那些家庭调和在一起 我可能就失去机会 看到福音 可以带给这些家庭的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身为基督徒 如果能够被神使用 发挥盐与光的功能 带给别人祝福 带给别人生命的改变 那岂不是这一生 最有意义 最蒙福的事吗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 要经历这样的祝福 我们多半需要啃 像盐一样被撒到 你自己不会选择去的地方 要像灯一样被摆到 原先比较寒冷黑暗的地方 讲到这里 我们就不能不更加敬佩 那些肯去远方 做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士 他们真的是被撒得很远很远 他们真的是去到很偏僻 很黑暗 甚至很危险的地方 我非常喜欢读宣教士的传记 我也很鼓励弟兄姐妹多读 最后我就用一个基督徒的真实故事 来结束 在五十多年前 刚巧是我出生的一九五九年 一对美国夫妇带着四个孩子 搭乘轮船去到台湾 那先生是医生 他们是听到台湾的一家基督教医院 马街医院有需要 他们经过几个月和教会一起祷告 确定是神的呼召 就勇敢地前往 原本他们以为只是去担任 这个医院里面的其中一位医生 没想到才几个月 医院原来的院长 因为妻子重病必须退休回到美国 那这位中文名字叫做罗慧夫的医生 很意外地就接下了 马街医院院长的责任 当时这间医院相当的老旧 因为长久缺乏足够好的人才来维持 各式各样的问题都非常严重 但在罗医生全心全力的投入17年 大力整顿之后 马街医院成为台湾人心目当中 非常信任 非常尊敬的医院 原本在台湾 台大医院向来是独当龙头老大 没有其他的医院可以比 但是到了1972年 虽然马街医院的病床 仍然只有台大医院的一半 住院和急诊的病人人数 就首度超越了台大医院 不止如此 罗医生不断地努力改善台湾的医疗品质 积极地引进欧美国家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 而且在那17年当中 他送了台湾30位医生出国受训 连护士和医院管理人员 他都花钱资助他们出国受训 在病人的治疗上 马街医院在台湾医疗史上 创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医疗记录 这些都是罗医生他影响深远的重大贡献 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医院的成就就感到自满 他始终抱着一个怜悯的心 想着我可以怎么样去服侍别人 可以怎么样帮助别人 他刚刚到台湾的时候 他就很惊讶地注意到 怎么街上有这么多这个纯恶劣的大人 也就是所谓俗称的兔唇 他草考资料之后发现 台湾一年就生出500到600位兔唇的孩子 他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个手术 就先请国外的医生到台湾来教 后来他自己再到国外花两年的时间 专门学这项整形手术 之后他成立了台湾第一个 纯恶劣的治疗中心 造福了不知道多少人 他做这些 完全是因为神把他像盐一样 撒到了台湾的人群当中 在那里神让他看到这些需要 他也就顺着重生来的感动 来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 他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他投入这么多心血 去帮助兔唇的人 结果他竟然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权威 他在1994年货班国际整形外科 最高荣誉的麦林尼克奖 在所有美国的医生当中 他是第一位得到这个最高荣誉的 而他所服侍的地方竟然不是在美国 而是在离他家乡很远很远的小岛台湾 罗医生在台湾生活了40年 才在1999年退休回到美国定居 我是在一份中文刊物上读到他的故事 为了小心起见 我上网搜寻求证 结果发现全世界的医学界 对他的贡献的肯定 程度比我刚刚讲的还要更高 他的母校University of Iowa 在2007年颁给他杰出校友奖 颁奖的报告当中提到 罗医生亲自操刀治疗吐唇的小孩 就超过一万人 而且在他积极努力的栽培下 他为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国家 尤其是东南亚 吐唇比例最高的国家 训练了一批又一批 做这些治疗手术的医生 我相信如果罗医生 这医生从年轻的开始 就一直留在美国 他会有很不错的生活 也可以有些正面的贡献 但是贡献肯定不会 像他被撒到远远的台湾之后 所发挥的功用那么大 他留在美国 就会好像是已经有 上千万根烛光的地方 再多加一烛光 错到没有什么错 所产生的影响却非常微小 但他很顺服神的调动 去到一个更需要光的远方 他就看到神使用它 带给成千上万的人 原先不会有的光明和温暖 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在这个很短暂的人生当中 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活一次 你愿意你这一生 来发挥燕和光的功能吗 我们用一首诗歌 来做我们的祷告 大概二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 就深深受他的感动 也愿意用这个做我个人的祷告 也盼望弟兄姐妹 也有同样的感动 我是海天地主宰 万民呼求我吹听 梦北さん神的非讨�amen 夜空群星宿我造 我能转黑暗光明 谁怨带我的争光 谁我才欠 我在这里 主使我逢 黑夜中我听闻你呼召 我愿去逐 担求引导 将你万民怀抱在我心 我是血雨的主宰 万民痛苦在我心 为爱使人何流泪 他们不听 主使我逢 黑夜中我听闻你呼召 我愿去逐 但求引导 将你万民怀抱在我心 第三节我们站起来唱 我是风火的主宰 贫穿残缺 我再欣赏 我在这里 主使我逢 黑夜中我听闻你呼召 我愿去逢 我愿去逢 黑夜中我听闻你呼召 我愿去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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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向我们花出呼召 谢谢你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 来回应你 来回应你起初对我们的呼召 主啊恳求主 你保守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 这一生能够忠于你对我们的呼召 恳求主继续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 让我们愿意任凭主差遣 愿意主你每次呼召我们 我们都有信心和勇气 对主说 主我在这里 愿接受主的差遣 主我们自己有相当安逸的生活 但是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需要听到主的福音 主不是机会不存在 不是机会没有摆在我们眼前 而是我们没有去看 我们没有去回应 恳求主 你的话语 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 让我们这一生 真的是能够发挥烟雨光的功用 替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地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请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